我安兔就本能不着急 李世晴 我反复听了很多遍你的报警电话 能听出来你的口吻非常急切 希望警方能够及时排报 也希望爆炸不要发生 我能感觉到 你有很重的心理负担 告诉我你担心什么 我们在清水公园找到你的时候 我看到你非常的紧张 为什么 张警官 我能问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了 你说 你们接到我报警电话之后 有没有当真 马上出警了没有 接到报警电话之后 我们第一时间就选择了出警 但是对我们来说时间太短 你怎么知道我姓张 在清水公园见到你们的时候 只有小江向你们出示了警官证 从始至终 我没有向你做过自我介绍 你是怎么知道我姓张的 我夫妻 来 坐下 那什么我能不能出去 透口气什么的 这太闷了 可以啊 但那实话实说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要不这样您带着这个 循环的思维 去看一下我那个地图 我醒来的时间 还有爆炸的 又给我瞅循环 如果这件事情是我做的 我为什么要报警啊 这说不通啊 这 行 那你告诉我 你们是怎么知道 车上有炸弹的 我们就是在 别跟我说醒患 李世青 能告诉我 你是怎么知道我姓张啊 你连自己说的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有一次在医院 不用起来 不用起来 你就是李世青 我是市局 刑侦支队副队长 我叫张成 那次我被摩托车撞了 有点脑震荡 当时我吐了 你还想给我水 你想用右手 帮我拧瓶盖 来 但是好像使不上劲 给你水 医院 哪个医院啊 什么时候 我不记得在医院见过你 你肯定不会记得 因为我们是在循环里见的 你说什么 循环 还是得说 我在医院那次 我已经说过实话了 可是你们没有信我 也有可能我那个时候 也没有想清楚 我是在肖赫云进入循环之后 才捋明白的 我们躲过的车祸 我才知道车上有炸弹 算了 你们还是不会信 相信不相信是我们警方的事 我们会调查取证 对你来说 相信警察 诚实地交代问题 是你唯一的选择 那我从头说 还有吗 下面该第几次了 第九次 来 开始 这一次醒过来 我们终于达成了共识 既然公交车在十字路口 必然会发生车祸的话 那我们只要保证 车在红灯之前 或者之后过去就可以了 这次我们确实是避开了车祸 但是没有想到 车开上大桥之后 还是爆炸了 也就是说车祸是变量 是插曲 公交车被引爆 这才是必然的 所以我们才第一时间 选择了报警 这 这么说是不是就通了 这次公交车是在十字路口 出了车祸才爆炸的 而不是在桥上被引爆的 如果炸弹是在车上的话 你们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些炸药的痕迹啊 那是不是就能证明我说的话是真的 什么叫如果有炸弹啊 你刚才斩钉截铁的说了那么多 然后你现在告诉我如果 我说如果 是因为我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 这个炸弹就在车上 它有可能在桥上 或者从别的地方发射过来 当然了最大的可能性还是在车上 你车顶 车底 还有车厢什么的 都 都查过了吗 怎么 我 我媒体循环的事 夏浩云 是不是有什么人胁迫你们 没事你可以跟我讲 你到底有什么样难言之意 我 我 我没有难言 我说 行 那你再好好想想 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 等你想好了想不通了 我们再接着聊 我还能往哪想 我